那么我们这个表单呢,刚刚做出来的,它的这个样子是有的,是这样的啊,样子是有的啊,好,那么如果说我们站在里面,假如说输入一些东西啊,比如说Tom,然后是输入一个密码,然后选择一些东西是吧,选择一些东西啊,然后来一个随便写几个是吧,我再选一下啊,选择我点这个提交,是这样的啊,点提交啊,点提交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反应啊,是这样的啊, 没什么反应啊,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提交的功能还没做是吧,提交功能还没做啊,那么如何做这个提交的功能呢,那么牵扯到它的另外一些属性是吧,刚刚我们还没说啊,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一些属性啊,首先的话,那么的话,表单这个本身这个form标签它怎么样,它有属性吧,它有哪些属性呢,比如说第一个属性是action,action是什么意思呢, 就是这个表单的数据提交的地址啊,设置这个地址啊,然后的话,还有一个method的这个属性,这属性是干嘛的呢,就是你提交表单的时候是用get的方式,还是用post的方式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啊,那么的话,来看一下这个action属性啊,好,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action属性啊,那么这两个属性是属于什么呢, 属于这个form标签的,记得啊,属于这个form标签的,那么的话我们怎么样,要把这个在这个form标签里面写吧,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action,是吧,action啊,好,action的话,这个地方后面跟的是一个地址,就类似于A标签电阶的一个地址,有没有没有,啊,好,如果说我把它空的话,空,如果我就空着不写的话,它就是什么呢, 就是提交到本地,啊,提交到本地,啊,提交到本地,比如说我这里写两个选择,然后空着啊,空着之后,比如说我又 再来刷新一下啊,刷新一下,然后的话,我在里,比如说再写两个啊,比如说是这个form,还是form啊,好,我随便写两个啊,然后我点这个提交,是吧,点这个提交啊,提交的话,那么还是没有什么效果,是吧,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啊,没什么效果的话,那么记得,那么 我们写了这个提交的地址之后,那么还得什么呢,有个很重要的属性是什么呢,关于这个,每一个表单里面的空间啊,这个叫,也可以叫表单空间啊,那么也可以叫这个,我们也可以叫标签,也可以叫表单空间啊,每一个这个表单空间里面需要有一个什么呢,设置一个lam属性啊,这个lam属性是非常重要的啊,它是通过这个lam属性去提交这个,提交这个数据的,然后这个lam属性是相当于是见名, 大家听过见名和见直,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词啊,见名和见直啊,或者这个叫见名,是吧,那么的话,实际上也可以说是,你们学了数据户之后的话,那么这个相当于是,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字段名啊,字段的话就相当于是什么呢,我们最终这个用户的信息,是不是要提交到服务器里面去什么,用一个表格存起来吧,用一个表格存起来, 那么表格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列啊,比如说一列是姓名,是吧,密码,性别,是吧,然后是爱号,是不是这样的啊,每一列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,列的那个表头,那个表头相当于就是一个字段啊,字段相当于是叫字段名啊,你们学了数据户子之后,就会说这个名词了啊,字段啊,那么这个lam比较重要啊,比如说这个lam的话, 我这里给一个什么呢,lame等于什么呢,userlame,是吧,比如说这就是user,userlame啊,如果是userlame的话,好,我这个给到lame之后,我再来提交看一下啊,刷新一下啊,比如说我再来一个,比如说是,再来一个pon,是吧,我写这个,我点提交,是吧,点这个提交啊,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址的后面是不是有一个userlame等于什么,pon吧,是吧,这个就表示它的什么,可以提交,是吧,点这个提交啊,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址的后面是不是有一个userlame等于什么,pon吧,是吧,这个就表示它的什么,可以提交,是吧, 提交了吧,看见没有啊,而且提交的是本地,提交的这个是吗,不是本地,就是提交给这个当前这个页面啊,提交给当前这个页面,明白没有啊,就是如果action空出来的话,这个action这个里面空出来的话,还是提交给当前这个页面啊,那么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具体的地址,比如说我提交给一个啊,提交,比如说提交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啊,我们的官网啊,也可以提交给一个啊,提交给一个啊,提交给一个啊,提交,比如说提交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啊,我们的官网啊, 是吧,是吧,w.itk.cn,啊,好,如果我写这个地址的话,大家看一下是怎么,怎么一回事啊,好,我再来刷新一下啊,刷一下之后啊,好,这个后面不要啊,后面不要啊,好,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址是这个啊,如果说我再写个tom,是吧,tom,啊,tom的话,然后点这个提交啊,点提交,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跳到这个,这个网站上面去了,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去了,是吧, 后面跟一个什么,问号吧,问号,然后username等于tom,是这样的啊,是这样的啊,啊,这个就是它的提交地址啊,到时候的话,你们会写一个程序来接收这些参数,然后把它什么样,存到数据库里面去吧,啊,这样子的啊,那么这个的话,相当于这个表单的这个功能,相当于就完成了啊,这个功能就完成了啊,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目前什么,只能提交一个吧,是吧,比如说我再写一个,写一个什么密码,是吧,啊,写完 这两个,是吧,这两个,啊,啊,刷新一下啊,比如说再写一个,是吧,然后再写个密码,是吧,好,假如说我还是,还是不提交那里,啊,这样吧,我再提交啊,再提交的话,那么再来看一下点提交啊,点提交的话,它仍然是怎么样,只提交了一个吧,看到没有,刚才那个密码是没提交啊,啊,因为怎么样,我这个没有写name吧,啊,然后这个name也得写啊,大家记得每个name都得写, 是吧,每个name都得写的话,那么就是,好,这么写完之后,我再来看一下,是吧,好,再回去啊,回去再刷新一下啊,虽然之后,比如说这个是,是吧,然后是这个,这么写完,是吧,写完之后我再点提交,再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了,是吧,U的name等于pom,是吧,and,是吧,password等于什么,123,是不是这样的啊,123,啊,好,这个是不是提交过来了,啊,提交过来了啊,好, 提交过来了之后,大家看一下啊,那么的话,就是说,我们有name值的,这个,它就会提交啊,没有name值的,它就提交不过来,所以说大家记得,一定要给name值,是不是这样的啊,你要给name值啊,这个地方有name值吧,它可以提交啊,这个地方name值没给吧,是吧,所以说它不能提交啊,那么记得,name值一定要给啊,比如说这个的话,爱好的话,我可以给什么呢,给这个like,是吧,like,啊,那么一般, 也写成一样的啊,like,啊,like,啊,好,这个写完之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,那么这个的话,看它提交什么啊,好,那么这四个是不是都有name值呢,好,我们来看一下,它提交成什么啊,是吧,好,那么的话,这个地址的话,我们还是提交到本页吧,好吧,提交到本页啊,先不跳了啊,这个的话,如果空出来的话,就是提交到本页啊,提交到本页啊,提交到本页啊, 那本页的话,再来看一下啊,好,刷新一下,是吧,所以说那么这个,比如说这个是tom,是吧,然后再写这个啊,然后再选一个,是吧,再选这两个,是不是这样的啊,选了两个之后,那么我们再来提交啊,点提交,再来看一下啊,username是等于tom的,然后password等于123,是吧,刚刚我输的是吧,然后这个gender等于on,这是什么意思啊,是吧,然后like等于on,like等于on, 啊,这个太奇怪了,是吧,那么你这个提交的是什么呢,是吧,这个就不对了吧,啊,这个就不对了啊,那么这个时候,像这种东西的话,怎么样呢,我们看一下,这个用户名提交的是我输入的东西吧,是吧,是不是这个地方是我输入的tom呢,然后这个密码就是我输入的这个123,是不是这样的啊,那么这个单型quang,我输了什么呢,我就是点了一下,是吧,我没输入,是吧,没输,就点了一下,然后它提交就是on,啊, 这个时候的话,记得,像这种东西的话啊,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它什么呢,给它value这个属性啊,给它value属性啊,什么意思呢,比如说这个input这个东西啊,我们需要给它一个value属性啊,这个时候它就提交这个value值啊,比如说这个value,比如说这个等于0啊,然后这个value等于什么呢,等于1,那讲是这样的,是吧,好,那么的话, 那这类的东西也要给value值啊,比如说这个地方啊,value等于一个什么呢,这个是study吧,还是tty,study,是吧,好,这个value就等于python,是吧,p-y-t-h-t-h-o-n,啊,好,这个value假设是等于什么呢,前端啊,前端那么它的单子是frontend,啊,前端是这个单子啊,frontend,啊,前端是这个单子啊,frontend,啊, 前端的意思啊,好,这个value啊,value等于什么呢,啊,beauty,是吧,beauty,啊,beauty,啊,好,好,这么写完之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,它怎么提交啊,它怎么提交的啊,再来刷新一下啊,刷新一下,然后把这个,这个地址,先把它去掉啊, 好,那么再来看一下,比如说这个tom,是吧,然后再来是 123,然后这个是land,啊,然后勾选这两个,是吧,好,勾选这两个之后,再点提交啊,大家看一下啊,然后这个是不是一个问号啊,user name等于tom,是吧,hardware等于123,然后gender等于什么,等于0,是吧,0就是什么,number,是吧,啊,就是我写的那个value值,然后end like等于study,like等于python, 是不是我勾进来这两个啊,是这样的啊,那么这就是这个单选框和多选框的这种提交方式,要设置value值,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你说这个,为什么它两个不用设置value啊,因为这个value值是我输入进去的,是吧,啊,实际上是它的这两个东西的value值就是输入的,明白没有,啊,就是输入的啊,这些value值需要我们设置,啊,需要我们设置,啊,设置啊,设置value值,然后这个地方设置, 就是0,这设置1,这个是什么呢,约定好的,是吧,你在后台这个数据库里面存的时候,你就存个0或者存个1就可以了,0就代表男,1就代表女,是不是这样的啊,你知道这个约定就可以了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比如说这个后台里面这个爱好的话也是约定,是吧,比如说是study的话就是学习,是吧,python的话就是什么,这个python,是吧,前单呢就是frontend,就是说,这是一个约定,是吧,你后台怎么设计这个数据,然后就怎么存,明白没有,好, 好,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,这个文件的话,那么大家在后面再学到啊,后面在项目里面可能会写到啊,今天我们模拟不了这个文件的传送啊,那么这个先放着,大家在这个项目里面再学,好吧,项目里面那么要配后台的这个接收这个文件的一些功能啊,好,那么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个人介绍,是吧,个人介绍,比如说我再来写一下啊,个人介绍的话 怎么样,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,text error吧,text error的话,那么它也需要给一个什么,给个name值啊,给个name值啊,等于这个什么呢,这个是什么呢,这个info,是吧,或者是introduce,不正写啊,introduce,是吧,introduce,个人介绍,是吧,好,introduce这个写完啊,这个写完啊,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,好,这里写几个啊,写几个之后啊,好,这里随便写几个,写几个之后,然后点提交,是吧,提交之后这个introduce是不是等于这个啊,这是我写的啊,是吧,好,这个是有啊,好,那么你这个有了,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籍罐是怎么提交,是吧,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提交啊,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怎么写的啊,这个地方是什么呢, 有很多个选项吧,好,那么的话,我们这个时候是什么,把name给到这里来啊,name给到这个什么呢,假如说这个是size,是吧,name给等于size,然后的话value值给到这个option里面啊,每个option的话给的value值不一样啊,比如说这个北京的话,value,假如说我给等于0,是吧,这是我自己约定的,是吧,跟数据那边约定的,比如0就代表什么,北京,是不是这样啊,好,value, 1的话就代表上海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value比如说这个等于2,是吧,2的话就代表什么呢,荷兰,是吧,这个是 3,是吧,value这个是等于什么,4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这个01234就代表这几个,是吧,那么约定好,好,上这个 写完之后啊,我们再来看一下啊,那么基本上这个就设置好了,是吧,好,基本上就设置好了 好,那么的话,这个是,再来一个rose啊,rose就是女孩,是吧,然后是 456,是吧,好,这个是她喜欢学习,她喜欢前端,是吧,就喜欢pathon,是吧,好,那么这个什么,这个图片啊,后边大家在,在项目里面 在学吧,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模拟不了这个啊,好,我们就是说其他的吧,比如说这个个人介绍,什么 呃,ok吧,ok,ok,啊,好,这样一个啊,好,然后的话,这个习惯讲说是这个,这个什么,这个 什么,这个荷兰的是吧,好,那么这样写完之后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提交,是吧,点提交啊,提交,这个后面是不是都有了,是吧 user name等于rose,然后end password等于456,gender等于1,1的话,这个要把女,是吧,like等于study,like等于python,like等于frontend,是吧, 然后introduce等于这个,是吧,然后这个什么呢,呃,还有这个什么呢,size等于2吧,size等于2的话,2就代表这个什么呢,荷兰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的话,你们在后台写一个程序来接收这些参数的话,就可以怎么样,把它存到这个数据里面去吧,存到数据库里面去啊,这样子的,好,这是关于这个,那么如果做到这一步的话,这个表单基本上它的功能就完成了啊,这个表单的功能就完成了啊, 那么接着是后台那边的事情啊,这是后台要写个程序来,接收这个啊,接收这个,这些参数啊,好,大家看到的这种接收参数的这种方式,像是什么,放到地址栏里面,这种接收方式相当于是什么,属于什么,get方式啊,get方式,大家看一下啊,这地方是不是有个method啊,method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get方式,一种是post的方式啊, 那么用地址栏的方式提交的话,是get方式,大家看一下我是不是没设这个属性啊,没设这个属性它是不是用地址栏提交啊,那么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,默认的提交方式是不是get方式啊,是不是这样的啊,默认的提交方式是get方式啊,默认的提交方式是get方式啊,默认提交方式是get方式的话,大家看一下这个get方式有没有一点问题啊,大家看一下这个密码是不是可以看到啊,是不是这样的啊,密码可以看到啊, 一般像这种注册这种信息的话,是有敏感信息的,是吧,像密码这种敏感信息的,一般的话我们是不用这种方式提交的啊,一般不太敏感的信息,我们也可以用get方式提交啊,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用什么,一般用post的方式提交啊,post的方式提交的话,这个时候,就是它不会在地址栏里面显示,它会放到HTTP协议里面的报文里面传过去,有没有没有,HTTP协议大家有没有学啊,学了一点, 它是放在报文里面,是吧,传过去的啊,好,那么的话如果说是用post的方式的话,那么怎么设置呢,就在这里面设一下啊,然后这个什么呢,这个method,是吧,method等于什么,post的,是不是这样的啊,等于post的啊,一般这种表单的话都是用post的方式提交啊,好,这种提交的话,那么来来看一下啊,刷新一下,那么的话这个,嗯,好,刷新一下, 好,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,如果说再来一个ros,啊,ros,然后是,好,这个,好,如果我再点提交,是吧,点提交啊,提交的话,是不是这个地址栏里面没有啊,啊,实际上它已经提交过去了啊,是通过HTTP协议,去找那个地址,然后跟那个地址发送一个什么,这些数据啊,你在后台就写一个,比如写一个python程序来接受这个数据就行了啊, 那时候你们项目里面会学的啊,项目里面会学,我钱单暂时做不了,这个这个啊,钱单的话就做到这一步,就基本上它的工作就完成了啊,基本做到这一步啊,钱单工作基本上就完成了啊,那么还有一种提交方式是,这个是直接通过什么呢,通过这个表单来提交吧,还有一种方式实际上是什么,不通过表单来提交,通过这样子来提交啊,还另外一种方式,那这样子里我们会说的,好吧,那么我们钱单做到这里, 基本上这个工作就做完了啊,基本上工作就做完了,那么它就已经实现了它的提交的功能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表单的这个,它的一些,这个,一些注意点啊,主要是这两个啊,一个是关于这个Action的这个地址,是吧,到底是吧,这个地址大家要配出来的,比如说这个地址是,哪个地址接收这些数据,这个要配出来的是吧, 然后的话,敏感信息记得用post的方式来提交啊,然后还有这两个提交方式还有什么区别呢,就是一般是什么,少量的数据的话,少量数据的话用什么呢,get的方式,少量的不敏感的数据用get的方式啊,那么大量的数据,比如说数据量比较大的,或者敏感的数据的话用什么,post的方式,是吧,好,这是关于这个表单啊,表单啊,好,表单大家记得这个一个是什么呢,关于 这个lame,是吧,一个lame属性啊,大家要设置,是吧,lame属性对应的这个存的时候的那个表格的表头,是吧,是不是对应的那个表头啊,然后的话,这个value值要对上啊,value值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表单啊,那么的话,我们在这个,这个里面也写得很清楚了啊,写得很清楚,好,那么表单的话啊, 这些东西啊,那么还有一点点东西没讲,就是可能大家还会碰到一个,呃,一两个表单空间啊,哪两个表单空间呢,就是关于这个,呃,还有一个表单空间是关于这个type的emerge这个表单空间啊,比如说这个,前面这几个都说了,是吧,这个都说了啊,还有一个,这个属于type的emerge,还有一个type等于hidden,啊,这两个表单空间啊,这两个是干嘛的呢,type的emerge, 是什么意思呢,我们可以怎么样,通过一个图片来代替提交按钮,来做一个提交的东西啊,比如说我这里来看一下啊,这个type等于emerge是什么一回事啊,假如我来,拿一个图片过来吧,然后拿一个图片过来啊,比如说这个图片,看一下哪里有,呃, 拿一个按钮,拿这个图片吧,啊,拿这个,呃,这个商品的这个图片复制一下啊,复制一下之后,然后我把它拿过来啊,拿过来,放这个里面来啊,那么大家在用图片的时候,记得一定要新建一个images文件夹,然后把这个图片都放到里面啊,方便你管理,是吧,图片的话都放到images文件里面啊,方便你, 同意管理啊,好,那么的话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,那么type等于img是什么一回事,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这个submit这个按钮啊,它实际上可以怎么样呢,可以用另外一个图片来代替啊,比如说这个啊,好,那么这个比如说我现在不用它了,我用什么呢,把它注掉吧,那么用,那么它注式的快捷键是什么呢,control shift加这个斜杆啊,然后把它注掉啊, 是吧,注掉完之后,我用一个图片来做提交啊,比如说input,type等于什么呢,emerge是吧,type等于这个img啊,image啊,image的话,然后的话,你既然是emerge的话,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图片呢,那么这里来一个src等于这个images下面的这个固子,是吧,好,这样的一个啊,好,那么它的话也会做提交, 好,它可以做提交啊,好,来刷新一下啊,刷新一下啊,刷新一下之后,那么这个地方啊,取消啊,好,刷新一下啊,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图片呢,啊,这个图片它可以做提交啊,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啊, 好,这里,好,这里,好,这里的话,比如说我再来写一个,是吧,然后这里,好,假如这个是上海,是吧,好,我点这个图片也可以提交啊,点它,是不是可以提交啊,啊,这个是post的啊, 好,好,把它改一下吧,改成这个get,啊,这个get可以写可以不写,是吧,缺陈的就是get吧,是吧,好,好, 好,点这个,是吧,点这个图片,是吧,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提交啊,啊,也可以提交啊,那么的话,大家可能以后碰到有些表单是这么做的啊,用这个image来提交啊,这个image提交啊,大家看一下,这个里面有一些,有一些东西啊, 好,大家看一下,这个后面有个东西啊,后面有一个是,这个side等于零,是表示北京,是吧,然后里面有个x等于83,啊,y等于29啊,这个是什么东西呢,这个是我们这个鼠标点击这个图片的坐标啊,这个是不是没意义啊,是吧,他把这个没意义的东西也会提交过去啊,这个实际上没意义的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图片啊,那么图片提交的话,还有什么呢,还有什么,这个, 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,这个图片提交啊,图片提交的话啊,那么会怎么样呢,它会导致什么,有时候会提交两次啊,一般会导致提交两次啊,那么这个是什么呢,就不建议使用啊,不建议使用,那么大家以后碰到有些项目是什么,就不是,比如说用图片做提交按钮的时候,提交两次, 把数据提交两次提过来啊,那么这个bug的话,可能就是这个图片提交按钮造成的,有没有没有,那么大家最好把它改一下,是吧,改成直接用这个submit,是吧,submit啊,不用这个emerge,有没有,它会导致提交两次啊,有时候会出现这个bug,啊,大家后面碰到这个bug的话,就会想到啊,这个可能是因为它这个type的emerge这个原因造成的,有没有,啊,好, 那么的话,这个type的emerge这个东西的话,是吧,除了什么,会导致这个提交两次之外,还会提交一个无用的信息,比如说刚才的那个什么,刚才那个地址吧,这个什么呢,坐标这个东西,是吧,也没用吧,是吧,我们不需要啊,好,那么有人会问呢,那么我就想把这个什么呢,submitter的这个按钮做得漂亮一点,是吧,我就想做一个图片,是这样的啊,好,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,那么我们不用这种方式做,我们用样式来做, 就行了,有没有没有,后面用样式直接把这个按钮想做成什么样,就做成什么样,啊,不用用这个emerge这个东西来做,有没有没有,好,这是关于这个,用按钮的话,用这个图片,用这个什么,type的emerge这个标签来做这个提交按钮,啊,好,这是第一点啊,好,那么后面我们学了样式的话,就会怎么样,就直接用样式来做了,啊,好,大家记得这里面可能会导致一个bug,是吧,提交两次的bug,啊,还记得啊, 好,这个数量啊,然后的话,这个,好,这是关于这样一个input,啊,还有一个input的这个类型,啊,还没说,就是什么呢,关于这个hidden,啊,好,这个hidden的类型,啊,hidden类型是什么呢,它是一个隐藏表带域,什么意思呢,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,它是什么,它可以存一个值在页面上, 好,这个有什么用,你存个值干嘛呢,有时候是有这种场景,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我页面先去读数据,读完数据时候,一部分是读过来的,一部分是用户填写的,我读的那些数据的话,先存在页面上,然后用户填写完之后,我再一起提交到数据库去,明白没有,那么这个时候,我需要在页面上存一些数据,这个时候怎么做呢, 我们就可以用到什么呢,input,type等于什么,hidden,明白没有,用到这个东西,啊,大家可能在用的时候会体会到它的用处,啊,好,那么它怎么用呢,就是直接在这里面写就行了,啊,比如说我再插入一个什么呢,再插入一个input,是吧,再插入一个input,type等于什么呢,等于hidden,是吧,hidden,啊, 它们的hidden之后,这个表单域它是怎么样,它是不显示的,但是它可以存一个值,啊,假设说我存一个值,比如说value,value,假设等于什么,等于12吧,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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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数值,是吧,好,level的话,等于,假设HID01,吧,好,这样的一个,是吧,是不是存了,好,存完之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,啊,再看一下这个页面,是吧,好,我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,啊,刷新一下之后,然后是, 再来写一下,啊,好,比如说我再来,啊,然后这个是,好,那么大家看一下我提交的时候,看一下,啊,好,提交,啊,提交完之后,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个username,passport,gender,是吧,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呢,还有一个HID01,啊,HID01,是不是等于12,啊,这个是不是也提交过去了,没有,啊, 它的作用就是说,先在页面上存一个值,然后再一起提交,有没有,啊,HID01是这个作用,啊,大家可能在用到它的时候,会觉得它很有用,啊,那么没用到的时候,可能会忘掉,啊,后面大家会用到的时候,可能要记得这里,啊,还有一个HID01的这个,大家看一下,它是不在页面上显示的吧,它不在这个页面上显示,它是存一个值,有没有,没有,啊,它就存一个值在页面上,啊, 好,它存的值的话,通过什么呢,value这个属性来存吧,啊,这样子,啊,好,这是关于,大概是关于表单的,啊,表单的所有内容,啊,表单所有内容,啊,前单做到这里的话,就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工作了,啊,完成它的工作,啊,好,这个就是大概是关于表单的这个,啊,一些知识,啊,一些知识,啊,其实我们前单的话,主要是什么呢, 大部分时候什么,是表单的这个样子做出来吧,把表单的样子做出来,啊,样子做出来,啊,所以要做得很漂亮怎么样,需要什么,需要什么,需要什么,用样式吧,好吧,好。